我記得上一次看紀錄片影展示 就是十年前在法國的時候 我就覺得 一個從小看紀錄片 從小看好萊塢電影長大的一個孩子 跟一個從小是看過紀錄片 長大的一個年輕人 我覺得他們的人生觀或者是世界觀 應該是不一樣的 那所以我那個時候其實就 就對紀錄片的Think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們就在想說 就是紀錄片它是用影像拍下了一些事情 但是它跟腦袋裡頭的 記得的事情的差距在哪裡 影像拍下來的東西有多少是真實的 那那個那個記憶裡頭的那個真實 跟影像拍下的真實的差距在哪裡 然後 那 影像就是記得的東西它真的 它要怎麼樣子去轉化 然後或者是釋放或者是解放 能夠讓這樣子的一個記憶可以去 去重新你找到了一個角度去看待它 所以 我們那時候就是把這個今年的主題定為 就是解放記憶 記憶99它是一個 我找了非常多的官方的版本的紀錄片 那官方的版本它是一個大歷史 那可是紀錄片它其實是一個 私影像是一個小歷史 所以你從一個大歷史跟小歷史去對照 去可以看到一個時代的一種對應的關係 那 所以一些概念 那我們可能叫它宣導片 或者是什麼 Propaganda 那但是你可以從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 一個大的 一個政治的一個角度上 你可以看到了 我們的整個歷史是怎麼樣子的去被 被 結構出來 被建構出來 記憶記錄計畫 就是是一個Dark Memory Project 好 那 它就像是一個 一個Photo的一個 一個Paper Wall 這樣子 那 嗯 我們在影展的期間 我們有一整面牆 所以你們到時候到台中去 你們也要帶一張自己 嗯 對你們來說 很有紀念價值的一張照片 希望邀請你們呢 帶到台中來 然後我們現場就會有工作人員幫你 跟你的照片 拍一張照 然後這張照片我們也會scan出來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張這個照片 跟一張你跟這個照片的合照 然後以及你要寫一個小故事 關於為什麼是這張照片呢 這個照片有什麼特別呢 的一個小故事 然後這個東西我們就會貼在那張牆 那個牆上 記錄片我覺得它本身就是一個 怎麼樣子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影像 它可以讓彼此 讓不同不同族群的人 有一些不同的理解跟認識 它就很像是我們去旅行 那我們平常去旅行 我們可能就是在街上走一走啦 偶爾去咖啡廳做一做啦 幸運的話可能可以去當地的朋友家去 去聊聊天啦 喝喝酒啦 但是我覺得記錄片它就是很像是一個trip 它帶我們就是可以去到那個國家的 臥室、廚房、二樓 好你就可以去聽到很多那個國家的 很多很inside的一個一些story 然後一些人的故事 一些事情 一些這些人關心的事情 對那所以我覺得 紀錄片它其實應該是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影像 去讓更多不同 不同的人去有一些互相的一個connection跟理解 然後所以我覺得就是影展對我來說應該是 就是一個就是一個橋樑吧 就是把這個橋樑然後搭了一些橋 然後讓不同的人去認識彼此 對我來說就是就是開個大party increases 我覺得是每個人都有所得 就是可能每個人的所謂你的獲得不一樣 我也希望我的工作Tim、工作crew都能够 在工作的时间都也很开心 然后所有来看电影的观众也看到了 看到了一些影片 然后对他的一些生活 或是对他的一些 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角度 然后看了也很开心的 对 对,这就是最大的希望啦 然后很平安